今天给大家唠一把远古录像 首先这个法证是主公网 因为他这个显示问题 本来是四血的 但是他显示为三血 大家知道就行了 没有关系 然后这个法证呢 就喜闻乐见的就离开了 对 他这个皮肤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 应该是最早老法证的原化 然后这边二号位 孙上香直接跳个钟晨 这主公都离开了 他一个忠诚没有杀主公 可见当年玩家的素质 还是蛮高的 也没有那么多直接就薄利心的 然后我们这边将为是内奸啊 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我们内奸想赢的话 肯定是要全力以赴去打反贼了 因为毕竟这边主公离开了 有恩有贵 有伤人报 不是这个 法证的配音很有逼格啊 有恩有贵 这么厉害吗 然后蔡文鸡也是去打元素 可惜这个蔡文鸡是个 山包蔡文鸡的技能啊 不是那个陈情菜 这里留鸡 密照给小宝 小宝没拼过 这就丢人了 那我们就可以嘲笑一波 对 然后这边 小宝恼羞成怒 直接去打法证 可以看到这个破军 是这个最早的翻面破军啊 也是非常有年代感的 但是没让卵用 因为这个主公本身就离开了 所以说 这个小宝 就等于一个白板 当然反贼方还有另外一个白板啊 就是张宝 两个宝 在这里嘻嘻哈哈的宝宝巴士吗 那么厉害吗 这里姜维呢 也是觉得 这个宝宝巴士的组合 基本上是没什么威胁的 唯一有威胁的就是这个流鞋了 但不用先管他 所以说我们可以先去 控一控这个孙上香 蔡文姬也不用控啊 主要是因为啊 这个反贼方现在去激活主公 不是说很舒服啊 因为法证能恩怨他一张牌吧 然后蔡文姬还有这个杯哥 所以反贼方去打主公很难受的啊 然后孙上香 还能 跟主睡觉 回血 这边流鞋直接被这个闪电劈死 反贼方 瞬间就剩下了这个宝宝巴士的组合 这两个白板 应该是掀不起什么水花了 我们可以安心的 控这个孙上香了 对 当然也怕小宝 莫张九杀直接给主公带走 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这个几率比较低啊 比较低 牧牛流氓 兵两寸断 赵宝福命 复兴威灵 木槿 有恩要主位 这边孙上香给主公睡觉 有恩有慧 有不死 有不死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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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死了 我们就控不住了 再来 站个痛快 拆掉 他的麒麟弓 杀一刀菜文鸡 有点小难控啊 对 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反贼 都太废物了 完全没有什么作用啊 杀 有恩有慧 有不死 有恩有慧 有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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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无中 再开一招无中 来来来 先挑新孙上香 杀孙上香一刀 这个南蛮不能开啊 因为万一把菜文鸡干死了 后续很难办 这个局我们还是需要技能来控场的 一个四血白板 越到后期越乏力 有恩有慧 莫到一个闪电 闪电暂时没有什么用啊 因为我们没有觉醒 我们觉醒了可以关心 然后控顶操作一波 劈死这个菜文鸡 然后这边其实就已经进入了这个 内奸控场局啊 巧妙的就进入了 有恩有慧 这边小宝还去杀法证 那这就是完全一个副受益的打法了 有恩有慧 有伤 我们这边可以考虑去收掉这个徐胜了 当然徐胜不给收 那不给收这也没办法 有恩有慧 有伤有报 杀 过河拆桥 杀 我觉得这里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直接杀蔡文鸡了 反正自己也是白板嘛 那留着蔡文鸡还恶心自己 不如直接把他杀掉算了 反贼这里想赢啊 就张宝把蔡文鸡杀掉 然后联合村上香 反正连哄带骗的 先把姜维干了 或者说直接去杀姜维 让这个姜维难受 那姜维难受了 他就有可能失去理智 这时候有朋友 呜呜呜呜啦 说将为报复性的 去打你反贼方怎么办 其实不用怕 他打你反贼方 那就打呗 那反正我反贼 本来就不太能赢 你要来打我 那你那边 虽然想你就控不住了 这个时候 内奸就会陷入一个 矛盾的心态 一旦矛盾了 你这边反贼 就有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这边小宝 感觉自己挺厉害的 把这个孙让香给杀了 啪 这个内奸忠诚 反过去打你们 那你们还玩什么呀 因为这边孙让香一死 这个背鸽的蔡文鸡 他是独目难知的 他们主中方 已经没有任何赢的希望了 所以说这里他就干脆送内蒜了 反正是你们反贼杀的香香 对吧 那我也轻有可原 没有道德方面的压力了 这边说实话 小宝和蔡文鸡 是打不过这个姜维的 然后这边姜维还觉醒了 那觉醒了 这个处理残局的能力 就格外的强 一打二是完全不在话下的 但是千万不能吃菜 一吃菜就前功尽弃了 单挑甚至都单挑不过这个小宝啊 闪电 然后这边 蔡文鸡直接放闪电 那放闪电好呀 那放闪电 企图披死我们这个姜维吗 关心虽然说不是什么逆天的技能嘛 但是空空下家的这个闪电判定牌 还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之前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动图啊 就是姜维啊 关心的那五张牌 全是黑桃2-9 然后五下之后 第六张判定牌 还是黑桃2-9 姜维还是被劈死了 后期给你们放出来看一下 真的非常搞笑啊 这边单挑小宝就打小孩啊 小宝小宝嘛 那当你的小小宝贝就可以了 这边破军也是没啥用 你要是个大宝还能给我们打一打 对吧 小宝宝 就不要在这里逞能了 赶紧就投降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先顺再挑衅 这一套九杀带走 说实话 这里我希望见到的剧情是 这个姜维被这个主公恩怨 给恩怨死了 那这就有意思了 如果这样就太离谱了 全部都没有 不得了 快吧 关今夜天下 以程相运下 富宫来的都是乐父 吧